在执行任务前 队长向所有人分发了止疼药 并强调不到万不得已时 千万不能打开药瓶 起初队员们也没放在心上 毕竟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呢 可等到了任务地点时 他们这才明白 原来风浪也不过如此 因为在他们面前 是人类史上最危险的核电工作 而此时 核废水竟源源不断地向外泄漏 有的人只是刚一进入范围 就立马被辐射催得当场吐血 身体也开始传来剧烈疼痛 更可怕的是 由于国内没有先例案件 所以没人知道如何处理 大家只能按照紧急手册慌忙行动 但是 这必死的事情 又有谁会去做呢 就在不久前 韩国半岛发生了六级地震 起初老百姓根本没当回事 毕竟在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 人们早就习以为常了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镇上一座年久失修的核电站 却因为这次地震出现了隐患 由于核反应堆的阀门松动 导致大量核废水开始向外泄漏 原本只要及时更换零件 人们就能有效地避免这场灾难 然而当地政府的议员 却担心媒体知道后会影响选票 于是擅自向总统隐瞒了事情 他私底下找来了几个维修工 打算先简单弥补下再说 可必然的结果就是 核电站是个复杂工作 又岂是几下简单的操作而已 一个维修工出现失误 导致更换阀门时崩坏 大量的核废水瞬间清潮 看着不断飙升的气压值 老站长立马意识到了不对 他刚想打开排气系统 可都为时已晚 差那间 数不清的员工都被埋在废墟之下 他们没有时间逃跑 有的甚至被炸得体无完肤 而还在废墟里的寄工载荷 只能放下手头工作拼令逃跑 可惜他是跑啊 队友们却都被埋在了后面 出来后的载荷想找人帮忙 但一说合废水 又有谁敢进去救人呢 再和顾不上这么多 只能独自返回核电站 将工友们从废墟中解救出来 然而还没等他还口气 却突然被医护人员定位了污染源 直接就送往了隔离室 没人知道核辐射会带来什么影响 但从众人的哀嚎来看 这程度完全不亚于抽筋刮骨 再加上事发突然 医院也没有完整的急救措施 护士们只能用冷水 一遍遍直冲腹肉清洗 更是给人一股钻心般的疼痛 与此同时 伴随着剧烈的爆炸声 政府很快就得知了这个消息 但高层并没有第一时间关心受害者 反而想的是如何封锁消息 因为一旦被报道出去 恐怕就会引来全国人民的恐慌 导致事态进一步的升级发酵 于是为了压制舆论 总理提议用消防演习的名义 将核电站附近的居民暂时撤离 这样既能封锁消息 又能最大程度地保证居民安全 可原以为总理这样就够离谱了 没想到这荒诞的决策 却得到了不少高层的权力支持 而总统迫于无奈也只能答应 不得不说在无能方面 韩国政府确实没有让人失望 但他们的如意算盘却打错了 为了防止二次爆炸 政府紧急调来消防车进行降温 可在高达几千度的反应炉前 这点水起到的效果完全微乎其微 很快消防车就接连撤离 老站长一问才得知 他们这是要去淡水湖补充水箱 可问题是 核电站四面环海 众人明明可以用海水降温 却偏要舍近求远的去找淡水 等老站长质问上级领导时 这才明白了其中缘由 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老站长就突然意识到 在这些所谓的权贵眼里 普通人的生命不过只是数字而已 他们根本毫不关心 只关心那些缥缈的政治报告 而与此同时 国际核能组织 在韩国上空检测到了大量数据 可泄露的事故显然是瞒不住 数以万计的人们涌上街头 争先恐后地想逃离这座城市 可此时的交通早已瘫痪 高速上更是被堵得水泄不通 一个男人只是没戴口罩 结果就开始狂吐不止 身旁的辐射值更是急速狂飙 不等众人反应过来 一片黄色的辐射云直压逼近 将整个釜山都笼罩在了地狱之中 眼看事态愈演愈烈 总统终于按捺不住 强势夺回了主动权 体验者温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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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 有了总统的强势 所有步骤都开始往立处发展 站长不再需要考虑废炉的问题 消防员开始用海水降温 就连政府的直升飞机 也全面加入了这场救援行动 而在所有人的共同努力下 核反应堆的温度终于降了下来 辐射职业逐渐趋于稳定 可还没等众人高兴多久 一个更坏的消息却接踵而至 由于之前的爆炸原因 导致隔壁蓄水池的底部出现裂缝 大量的核废水正在泄漏 而随着水位线不断降低 一旦这些燃料接触到空气 便会引起更剧烈的爆炸 届时整个城市的人们都得陪葬 为了稳住民心 总统急忙召开发布会 将所有责任都揽在了自己身上 要知道他这时的战处 可是压上了整个总统生涯 只求有一点 由于核辐射影响恶劣 可以说是一个必死之地 所以根本没人去维护这个吃人恶魔 总统想请求一点 能有更多的志愿者参加 以此来维护大家庭的人民安全 可是谁又肯去呢 面对这必死无疑的任务 一时间根本没人愿意接手 就连核电站曾经的技工 此时也不想多管闲事 可冷静下来仔细想想 他们早已经历了长时间的辐射 生命的日子也所剩无几 假如能在最后时刻发挥余光 也不妨是找到了人生价值 并且更重要的是 外面还有他们逃命的家人 就算是为了自己 他们也只能选择放手一搏 agora我们家人都要逃出一次 我们家人就也可是 众人用最后的希望 组建成了一支临时的救援队 老战长也加入了其中 并向所有人分发了止疼药 只希望众人在生命的尽头 能尽可能地减少痛苦 然而他们还是小看了核辐射的影响 队员在进去不到五分钟的时间 就被辐射催得当场吐息 可他们并没有轻言放弃 当前面有人倒下后 便会有新的队友立刻接替工作 就这样 在一轮又一轮的生命接力中 裂缝总算被彻底堵上了 然而命运并没有眷顾众人 就在他们准备离开时 蓄水池却又出现了新的裂缝 大量地和废水倾盆而下 而这已经不是靠修补就能解决的问题了 或者换句话说 最后的希望破灭了 听到这个消息 总统满脸后悔地趴在监控面前 如果他能早点站出来 或许就能避免这场灾难 但可惜 人生没有悔不当初的逆转 就算是总统也不例外 工人们只能抱着遗憾离开现场 可没想到就在此时 在赫却想到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 那就是直接炸毁蓄水池 再让和废水全部流到这个房间 从而形成一个新的蓄水池 接着只需要从外部封死入口 就能阻止核辐射的扩散 可虽说办法是个好办法 但想要炸掉蓄水池 就必须有人留在这个房间 而不幸的是 队伍中唯一会用炸药的 也就只有在赫一人 就在队友们犹豫不决时 赫赫已经站在了对面 面对义无反顾的赫赫 队友们不敢有丝毫怠慢 他们立刻开始封锁出入口 可大门的焊接工作没有那么简单 赫赫很快就坚持不住 在生命垂危的最后时刻 能让他坚持下去的只有家人 于是在赫拿起头盔 并肯请总统帮他进行直播 他要给家人最后一个交代 而此时守在电视前的母亲 早已是哭得泣不成声 他先是向母亲表达歉意 随后又向大嫂表示感谢 最后是他交往多年的女友 他遗憾自己没能遵守承诺 也遗憾没能给他幸福 说着说着 赫赫开始忍不住地哭了起来 他内心压抑的悲伤 以及面对死亡的恐惧 也终于在家人面前释放出来 如果能有机会活下去 他根本不想当这个民族英雄 不久之后 站长宣称焊接任务完成了 赫赫只能匆匆挂断电话 用最后的力气按下按钮 等一切尘埃落定后 总统急切地询问那个人怎么样了 但站长只是回复说 在一个月之后 那些参加救援任务的英雄 一个接一个的相继离世 总统为他们举行了最高规格的葬礼 但却永远无法抹平人们心中的头 如果不是政府的无能 或许这些英雄 同样可以安稳地度过一生 故事虽然来自电影 但类似的经历却和我们息息相关 核能的利用固然带来了好处 但请千万不要忘记 它同样给人类带来了威胁 而有些恬不知耻的国家 竟为了一己私利 不惜要损害全世界的长远利益 对此我只能说地球可以没有一个小岛 但却永远不能没有海洋 或者是 LGBTI所 地球自在蝇数 并养别增加